还要带您来关心是名声讯息了 受到这个原物料短缺 价格飙涨的影响 现在有不少的小吃店撑不下去了 来看到这是新北市一间 飘香超过30年的知名鸭肉羹 现在宣布要喊涨了 从明天开始售价调高10块钱 冷冻包也要涨20块钱 现在也让韬客直呼 荷包的负担变更重了 直呼呼羹汤里放了满满鲜的鸭肉 一大早就吸引大批韬客上门 在三重飘香超过30年的老味道 如今价格却寒涨 在店面贴出大大公告 坦言因为各种原物料持续上涨 因此从4月1号开始 每晚从60元涨到70元 就连冷冻包也涨了20元 变成140元 收入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每天的火食费不断增加 就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贵10块 我觉得没什么差别 民众反应两极 不过其实万物皆涨 其他小吃店也很有感 透露因为黄豆飙涨的关系 豆腐一箱至少涨了50块 沙拉油一桶也多了120块 加上台湾猪价格也往上飙 店内的卤肉饭干脆不卖了 是因为很多东西都涨价 不管就是沙拉油啦 或是调味料豆腐这些 其实都有的都涨蛮多的 成本上我们自己吸收 变成薄利多效这样子 根据专家分析 可能是因为进出口贸易 商船没办法靠换台湾 所以一些原物料 就比较容易涨价 看来民众就连吃个铜板小吃 荷包负担 恐怕也越来越重了 记者很凯留生 新北战部导 新北战部导